高雄三月份有多场大型演唱会陆续登场 包括高雄樱花季 五月天以及大港开唱等相当吸引人 预计会吸引超过30万人 当然高雄市政府也得把握机会 让这些乐迷前往各大商圈夜市消费 因此高雄市进发局宣布从3月22日开始 持续配合演唱会办理日期 推出2024商圈夜市优惠券的兑换服务 歌迷评票到指定高节车站就可以兑换 高雄市政府配合演唱会档期 推出商圈夜市优惠券 本局加派上百位工作人员 并优化兑换流程 让歌迷能迅速兑换 同时也将商圈夜市合作店家 制成优惠地图广受歌迷好评 各大商圈夜市来客树与营业额 持续提升管 居酒屋 餐酒馆 酒吧 宵夜等业经济店家 也明显可以感受到歌迷的消费 甚至连早午餐店也有感受来客树增加 后续预计于三四月份 搭配7-11高雄樱花季 五月天大港开唱 即Golden Wave in Taiwan演唱会办理最快 演唱会除了为各大商圈夜市 带来庞大又可观的人潮与商机 也顺势拉抬高雄旅宿业者的住房率 令人期待的是大型韩国拼盘演唱会 Golden Wave 4月13日将在高雄隆重登场 消息一出 网友们可以说是嗨翻天 寒风袭来 粉丝们不只要抓好时间努力抢票 还得要抢住宿 高雄预计会再掀起一波抢房的热潮 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四月份的 每周的周末 周五跟周六 都是满房的一个住房状况 对 那辖制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商机 那陈寅酒店也推出了 平演唱会的票跟可以享餐饮的 九折的优惠服务 高雄演唱会活动一场接一场 带来大量人潮与前潮 从去年推出对接大型演唱会的 加时演唱专案 到现在商圈夜市优惠券的助攻 相信都能让高雄市演唱会经济更为惊人 接着高雄最后报道